大家好,欢迎回来 今天我觉得灯光特别的美 所以我想要趁太阳还没有下山时候呢 赶快拍 有没有看得出来我有剪头发 其实我觉得我剪的蛮多的 我在IG上面呢有po一张照片 很多人呢看了就问说 哎,你有剪吗? 我觉得我真的有啊 我剪了大概两寸多耶 我今天要讲的是 我有看到很多人早晚都用 很多比较刺激性的产品 比如说里面有放A醇或者是酸泪 那么早晚都使用A醇再加上酸泪 如果你的洗面乳有酸泪 最后呢你的面霜又有A醇 那全部加起来真的对皮肤的负担 刺激真的太大了 那么我们女人呢就是要追求完美的肌肤 可是在追求这个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做太多了 你做太多的时候呢 用太多刺激的产品 其实你反而只是让你的皮肤受伤 其实是反效果 其实我们皮肤最重要的就是外面这个保护层 如果外面的保护层被破坏掉 你的皮肤一旦不健康了 那么你的皮肤不管你用什么东西 你也不管用再贵的保养品 不管用什么保养品都没有用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保养步骤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现在在用A醇酸泪 或者是你皮肤本来就是敏感性的 那么你就要考虑用一些比较温和的保养品 和你这些比较刺激的保养品配在一起 保养就是找到那个平衡点 你用的这些东西最后配起来最适合你的皮肤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第一个要讲的是Vianicream 如果你不知道Vianicream的话呢 其实真的蛮可惜的 因为Vianicream这个牌子 已经算是在市面上面蛮长久的时间 那最早的呢 它的故事是有两个药剂师 那么他们就是在医院工作 然后就看到说有很多病人就是有皮肤的问题 很多皮肤病的问题 这两个人就决定出自己的产品 里面没有放任何刺激性的成分 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用 甚至皮肤敏感的 非常敏感的人都可以用 这个里面呢 什么都没有 free of dyes 染料 fragrants 能够想到的呢 它都没有 它甚至还是gluten free 但是呢 它里面还是有 surfactant 就是表面活性肌 它还是可以清干净你的皮肤 只是呢 是温和的方式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有一种概念 认为洗完脸 要感觉干净是 一定要像扒了一层油一样 其实洗干净脸 并不代表你一定要 像洗锅子一样 把油全部都洗掉 因为如果你把你的油全部洗掉 尤其如果你是油性皮肤 其实你的皮肤会制造更多的油 如果你今天的toner 或者你之后的步骤 就有A醇啊 酸类 那你的那个洗面乳 真的可以用比较温和的 真的不需要再虐待你的脸 所以晚上呢 我知道我要用刺激性的产品之前呢 我就会选择一个比较温和的洗面乳 那这个洗面乳呢 已经是在市面上 你可以找到最温和的洗面乳之一 那么你用完它 洗完脸的感觉就是 你的脸是保湿的 这个洗面乳呢 我会一直持续的推荐 那再来呢 我要讲的是一个面霜 是Viani Cream的面霜 我大概是 几个月前发现这个产品的 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 我有吓到 因为我在想说 为什么一个13块钱的面霜 里面的成分 可以这么的少 但是它用起来 为什么使用感会这么高 这个包装做的很普通 但是呢 它东西厉害是在里面 这个是它的 Daily Facial Moisturizer 然后它上面就写 玻尿酸还有Ceramide 两个我非常爱 最爱的成分 在面霜里面 然后呢 它上面有写说 Oh for sensitive skin 就是敏感肌 我常常介绍很多产品 上面都写说敏感肌 可是并不代表说 我有敏感肌 或者是你一定要有敏感肌 你才可以使用 它的意思是说 它已经温和到 是所有的肌肤都可以使用 连敏感肌都可以 这也是什么都没有 Free of Dyes Fragrants 所有你能够想到的呢 它里面都没有 我先用在手上 给你们看一下 它很水妆 我第一次买到它的时候呢 是在夏天的时候 我第一次用它 我吓到 因为它很水妆 但是它的保湿度 非常强 强到说我在夏天的时候呢 其实说老实话 我还有时候还不能够使用 因为它保湿度太强了 我好不容易等到现在这个时候 我会好好的用它 我现在还在推开它 它超好推开 等到它吸收到我肌肤的时候呢 我的细胞感觉是处在一个很饱满的状态 它只需要薄薄的一层就够了 而且擦完以后呢 你会有一个很美的glow 我真的有蛮压抑一个13块钱 这么温和的面霜 里面虽然成分很简单 但是呢都是很重要的成分 它里面有Ceramide 其实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我们会失去Ceramide Ceramide就是我们皮肤保护层 占很重要的角色 而且如果你的皮肤 有足够的Ceramide的话 也代表你的皮肤呢 永远处在保湿的状态 因为呢它可以帮你锁水 这个产品除了玻尿酸 Ceramide 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成分 而这也是我觉得它为什么在我皮肤上面这么舒服 是Squeline Squeline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成分 它其实是我们自己本身的Oil Gland 它自己就会产生出来的 那很多产品如果加了这个Squeline 其实呢你用在皮肤上面 你的皮肤抹起来非常的滑 非常的保湿 它是一个很保湿的产品 而且它又有锁水的作用 所以Squeline呢其实在近几年啊 突然爆红 就很多产品 很多保养品产品都非常爱用 像The Ordinary他们有出 就是直接一瓶的Squeline 还有呢像Kiehl's 他们的那个面霜啊 就那个很有名的那个面霜 其实那个里面就有放Squeline 还有很多你比如说你到Sephora 那种大牌的那些保养品专柜 很多保养品里面都放Squeline 因为加了Squeline 所以它抹起来其实非常滑 很舒服 还有我刚刚讲说用完它以后啊 你的皮肤很凉 会发凉 其实我在夏天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是最热的时候 我就尝试用它 结果呢我就发现 哇我的皮肤 虽然很亮 可是会有油光 所以呢后来我就 我就把它放在那边 想说等到冬天的时候 好好来用它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住在 比较热的地方 或者是你本身皮肤是油性 或者是混合剂的话呢 那么你就要用 我接下来要讲的 我接下来讲的这个呢 是我最近才发现的 是Avino CALM & RESTORE 这一整个系列 我之前呢有稍微提到过它们 Avino这个CALM & RESTORE 这整个系列 我非常的爱 因为它里面主要的成分呢 是野麦 Colloidal Oats 它这一整个系列呢 都是很温和的 而且很适合肌肤比较敏感的人使用 也很适合跟比较刺激性的成分呢 一起使用 那我觉得很难的是 Avino它做出来的产品非常评价 很多其他的品牌也很爱放Oats 可是呢不见得有它这么的评价 像First Aid Beauty 它里面有放Oats 如果你今天想要买First Aid Beauty 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先看看Avino 真的很好用 这个产品呢是写Balm 那它里面有1%的夜麦 1%的夜麦呢 其实很适合用在又干又阳 然后脱皮的皮肤 它有舒缓的效果 夜麦其实一直被使用了好几百年 不是现在才发现 它又有抗发炎的作用 抗阳 所以呢它就很适合 比如说你用A唇 A唇呢用完其实可能会让你的皮肤 造成比较干的状况 或者是呢会造成redness 会红红的 那这个就可以舒缓你的皮肤 还有它又有panthenol panthenol又是一个舒缓的成分 那如果你用这个 1%的夜麦成分呢 其实已经被研究发现说 它可以对atopic dermatitis 就是异味性皮肤炎 也称作叫湿疹 对这一类的人呢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不见得说你一定要皮肤有什么状况 才使用 你平常就可以使用 你平常有用什么刺激的成分 或者是你就只想要找一个 很好用 很温和的面霜的话呢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尝试这个 而且呢 你也不见得一定要用在脸上 你可以擦在手上也可以 哪个地方痒 哪个地方你想要舒缓都可以使用 最近我开始用它呢 我爱不释手 我现在早晚呢 我都很期待又用它 那它闻起来 就是它不会不好闻 它闻起来就是有一股 就是淡淡的夜麦的味道 它擦完呢 很奇怪 擦完呢 会变成matte 亚光的 所以完全不会有任何shine 不会有油光啊 但是呢 你又会感觉到你的皮肤被保护到 所以这两个都超好用 我觉得好难选择 这个呢 会比较有shine 如果你想要有比较radiant 比较glow的话呢 可以选这一个 但如果是油性皮肤的话呢 我会选择这一个 两个都很好用 两个都很适合 你用完A唇以后 酸泪以后呢 使用 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 会少一点 红肿啊 redness啊 被刺激的这些状况 好那我今天讲完了 我很高兴今天分享到比较温和的 很好用的 无刺激性的 适合各种肌肤 尤其你今天又在用这些刺激性的产品 你真的需要一些像这样的产品 帮助你们 因为我常常听到有一些人留言 他们看完我的影片 他们去买了A唇啊 或是用一些酸泪 那他们就觉得好像有点刺激 可是如果你的步骤用对 你的产品用对 你的配方 就是你这些刺激的产品跟什么东西配 如果找到对的方式的话呢 你说不定还是可以使用这些 好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 请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那我们下次见啰 bye